另外昨天我们有报道过的 在昨天清晨呢 台北市有一起这个问奖 他可能太累了 没有发现前方有施工 结果把人家工地的清洁队员 给撞死了这个不幸意外 被他撞死的这名清洁队员呢 家境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 因为呢他家里一共六口人 他跟老婆四个小孩 除了老大他已经嫁出去之外呢 其他失业的失业 读书的读书 老婆呢他自己只是一个医院的看护工 自己薪水比他还要低 他自己本身的薪水一个月四万多块 扣掉了房租 只剩下三万多 一家六口靠他当作精神支柱 没想到现在意外死亡 全家的生活陷入的困境 生活发生后的这一刻 闯祸驾驶懊悔自责 因为他亲手毁了一个弱势家庭 警方调查发现 死的灵性男子年近六十 还在台北市清洁大队上班 服务年资超过了十八年 一家六口每个月 几乎都依靠他的薪水维持开销 没想到三十号深夜的这场车祸意外 竟然让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清洁队员直行发生意外 环保局立刻派人前往邻家慰问 并且表示将从幽府去 只是邻家六口人 最大的女儿虽然已经嫁人 但最小的还在念国中 就连房子也是用租的 全家只靠父亲赚钱 母亲也只是临时看护 在医院帮忙照顾病人 收入十分有限 实在不晓得未来该怎么办 这个家需要外界伸出援手 中年西部张力宁徐华川 台北采访报道